使用者制定裡面 會出現有一個 叫月考函數 不過目前是沒有了 不過那我們就直接拿雲端來給各位看 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怎麼樣 第一個是會出現什麼 出現三個東西 一個是只有一個東西 一個 就是範圍 那兩個當然哪一個比較快呢 當然是第二個 第一個其實前面都做過了 所以在 當你插入一個Function的時候 這邊會出現 兩個 那我們用第二個好了 按確定 給一個範圍 給這個範圍 按確定 它就自動幫你產生了 不過它這個地方 如果用Lumber Format Locate Local 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因為它沒有像Sales這樣的一個物件 所以要格式化可能 它自己要動手 如果自定函數的話 恐怕就沒辦法去修改它裡面的格式 那當然 下下填滿 就完成了 應該 如果跟那個 SampleTile比起來的話 還是會比較快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這個地方 我想我們前面也有講過類似的 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是插入那個 第一種月卡的數 是三個 三個東西 那如果是一個範圍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就是 你先給這個範圍給它 那我是怎麼 當我要接的話 我是用一個A來接 A指的是一個 一個正列的變數 它可以把這三個接起來 那將來要怎麼去 指 這個 這個的話特別注意 A有點像一個Sales 那這個觀念有點像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1列 這邊的話呢 是第1列的第1欄 第2列的第2欄 第3欄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抓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詞的話 就是A什麼 先列再欄 A 1 豆點1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A 1 一樣是先列 豆點 2 然後 第3個是A 瓜糊1 豆點3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抓到這三個裡面的值 就可以一次呢 選一次 就可以抓到三個東西 那這個程序該如何撰寫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個一樣 前面講過了 插入一個方選 這個地方一樣是插入程序 裡面一個方選 那名稱的話 你就給它一個什麼 叫月考 函數 底線範圍 按確定之後 那要跟使用者要一個範圍 所以你在這邊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月考 那這個時候呢 使用者會去 選一個範圍 裡面的話會有三個格子 那我就把這個月考 先丟給誰 丟給這個A 他接住了 所以呢 他有三個東西 給你囉 那我將來 那我將來要怎麼樣可以把結果做出結果來 那用公式好了 第1個 第1個 乘上0.3 第2個0.3 第3個0.4 最後呢 把這個結果再返還給誰 返還給 這一個 函數本身 他就會把結果再丟回去 所以這個地方的運作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那 上面這個我想前面都做過了 主要是 有三個 那這個就簡單了 因為他就不需要像一個範圍 要 什麼A 這個 抓第幾個 直接就把這個丟過來 乘上0.3 這個乘上0.3 這個乘上0.4 返回 返還就OK了 所以會有兩種 我想這個部分 請各位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那範圍 我想這個範圍部分 他的用途當然會 比較 拿著廣 當然也不只是說 你只能選一列的東西 以後呢 比如說你今天要處理 一整個大範圍 也 都沒有問題 你就只要選起來 然後 請你 請告訴我這裡面哪一個數字最大 比如說你選起來 返還回來哪一個數字最大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再去比對一下 那你也可以得到最後的結局 就是 選的話可以讓使用者就選一個範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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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